看到吧,这两个相当于,有的叫指环样的,里面是不是有个像个圈啊,对,是吧,你看这两个,21年,24年都没一点变化,然后呢,估计你18年做右侧手术的时候也这样,也是这样的,这个,它是恶性特征很明显的,这个密度不均匀,里面像有人说叫空泡, 有人说叫这个,地密度区,里面有微小血管,那它不变化,说明它就停止不动,就像休眠状态,就像肿瘤那个,肿子埋到地里面,不生长,不发芽,所以你说会不会悄悄的变了,有可能,所以复查的目的就是,它只要一变,这些东西形态上就会变,就会有变化, 所以复查的目的就是看这个变化,没变化了就没事,就肯定它就在那里躺着不动,所以就安全的,你做过右边的手术了,做了左边这个虽然恶性特征很明显, 接下来可能也会抱什么微净润,甚至有的还,我碰到过有抱净润,但是都没关系,它只要不动,它就没关系,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不变不动, 不变化不动 不动